5月23号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联组会后 多位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工作的信心和责任感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召开两会期间 总书记来到了经济界委员联组会 足以看到国家对疫情之后 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尽快恢复的高度重视 经济稳则社会稳 全国政协委员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是在联组会上发言的五位委员之一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 我想回去以后不辜负总书记的重托 我们为六稳和六保做贡献 具体讲第一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预心机 于变局中开心局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李小鹏表示 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那我理解的总书记这句话是叫到我们要坚定信心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 中国巨大的市场会给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客观基础 习近平指出 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 对此感受深切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是习总书记对咱们的普通老百姓的最深知的这种感情 所以我觉得只有是这样的一个党 这样的一个社会 才能真正是让我们的老百姓 有最大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